2018年我注册了TikTok 但是当时看到一大堆官方自动推荐的内容都是跳舞的 无厘头的 搞笑的 还有耍智障的 害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进入这个难以理解的TikTok世界 然后我就跟着里面的音乐 他也有提供一些建议嘛 我就照做做一些很白烂的动作 上传之后呢连我自己看了都感觉很智障 我实在快受不了了 过了一两个月我去上了一堂抖音的课程 当天呢教了很多技术流的技巧 就是那种运镜很炫 天旋地转 然后让你头昏眼花看起来很厉害的那一种 回家之后呢我就试了一个月 看着流量一直起不来 每一支影片的观看书都只有几十个 于是呢我就决定放弃使用TikTok 结果一直到了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TikTok他成了川普要求他退出美国的这个话题啊 再度掀起的热潮 我才要回去关注现在TikTok的境况发展 然后我看到老师又开了进阶的课程了 所以我又再度回去上了一课 就在2020年的8月底 这次上完课之后我感觉TikTok和两年前不太一样哦 于是我就决定从9月开始认真的做影片上传 因为一支影片他只有限制60秒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是用电脑去做影片 然后又上字幕非常认真花了很多时间 但是因为他一支影片就只有60秒 所以我大概花半个钟头就已经全部把它处理完了 比我在YouTube的每一支影片都要搞两三个小时 要省时太多了 那这次的内容呢我就不再搞那些智障的影片去上传了 而是我讲了很多网络行销的相关知识 我就想看看到底这一类的知识性的影片 会不会有人想看 结果我吓了一跳 上传不到一天就破了100人的观看数 当下呢我非常的兴奋 接着呢我连续好几天都做一分钟的影片 每天上传一支 每一支呢都有300人的观看数 哇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这比我上传到YouTube的观看量整整多出三倍耶 而且60秒的影片做起来很容易 省时很多 我在想也许这就是新媒体的流量红利吧 当然有可能是再加上川普的助攻吧 那很多台湾人呢后来也开始加入TikTok 那自然观众变多了 有的观众创作者才会想要上传影片嘛 这是一种鱼帮水水帮鱼的过程 那TikTok里面有个1000人订阅目标 为什么要先达成1000个订阅目标呢 因为在TikTok里面的影片他不能够安插连结 所以就算你的流量再大 也没有办法去导购或引流到外站 但是呢只要你的订阅关注人数超过1000人 就能够在你的主页的头像下方去设定你的连结网址 并且可以点击这个连结连到你指定的网址去 于是我就很努力的做影片上传 希望赶快快速的达成1000个订阅 当我在300个订阅的时候突然发现后台有一个设定 居然不用满1000订阅也可以去设定这个连结 让人家可以点击 哦原来他的后台帐号分成三种 一种是创作者一种是个人一种是企业 所以只要到后台去做设定的话 就可以把它设定前来的头像下方可以做网址的连结 那如何制作高流量的影片呢 如果我们一直傻傻的做自己爱做的影片 那流量肯定会一直上不来 到最后可能就放弃了 所以我们要学会看数据 从下图里面我有把它列出来 你就能够在后台分析里面看到你的影片前9支 最多人看的排行榜 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去观看你的影片里面 哪一个话题是最多人想看的 这和Google的分析器找出哪一个网页最多人观看的原理是一样的 只要你知道最多人想看的主题 你再针对这个主题去发挥 以后的观看量和订阅人数才会慢慢的上来 甚至会呈现爆炸性的成长 你可以看看我下面放这个图片 是突然往上上升的 还有观看粉丝的性别和国家地区 这部分呢其实我不确定官方如何去判断粉丝的性别 也许是从注册资料或是其他大数据去分析出来的 反正呢只能相信他的数据没有其他办法 这是他们的演算法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管 但是呢我只要知道大多数是男观众或是女观众 因为这很重要 如果你的产品是女性用品 那你以为看的人都是女生 但是呢如果你发现男观众也非常的多 那你的影片呢就可以调整一下方向 多录一些譬如说 男朋友帮女朋友去买女性用品这种很暖男的影片 让这些男生也可以看到这类影片 处子再去帮女朋友买这些赏品 好我今天的主要目的是想要成立一个LINE的群组互相交流 分享TikTok的使用方法 那我们呢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接触到一个新的自媒体平台对不对 而且呢我每次都会针对这个在台湾已经开始萌芽的平台去进入测试和应用 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女人沟通的工具呢其实非常有趣 我是牛奶爸是个很彻底的宅男 这是我从出生就具备的基因 但是我的个性又很闷骚 就是那种在众多人群里面我会想要躲在角落 但是在镜头前面我可以侃侃而谈的那种人 就好像你现在看到的我这个样子 因为我不喜欢和陌生人做交际应酬的动作 我觉得很尴尬压力很大 所以我都是从自媒体去做出发 先让别人认识我了解我 知道我的专长和服务的项目 再让他们主动联络我跟我买东西就好了 我成立这个LINE的群组呢是用来互相讨论彼此在TikTok的使用经验 但是我成立群组一定会用付费的方式来过滤真正有心加入的人 才不会加入一些阿里布达怪怪的人 另一方面也是用来测试市场 如果加入的人越多 表示这是一个商机 入群的人也能够看见人数的多寡 来判断值不值得投入这个TikTok平台来做经营 这个入群的费用呢一开始会很低 但是人数越多我就会把费用慢慢的拉高 因为价值经渐渐产生 为了感谢这些愿意付费入群的朋友 我也准备了一些我这三个月从零到一千订阅的经验分享 内容如下仔细听好了 第一如何在未满一千人订阅的时候就可以设定点击的连结 第二这个连结到底要连到哪里最好 第三应该制作哪些话题的影片才会有人看呢 第四如何观察后台的数据观看影片的排行榜 第五如何查看观众的性别和地区 第六如何设定主页连结到IG和连结到YouTube 第七快速吸粉的四大技巧是什么 来迎合TikTok的演算法 第八掌握六大主题方向制作影片 第九最快赚到钱的七个目标族群是哪些人 第十利用TikTok变现的四个主流方法是什么 第十一如何让自己在影片里年轻20岁 第十二如何利用内建的剪接功能快速的制作影片 第十三如何利用第二支手机当成读稿机 让你说话不结巴省下大量重录的时间 你看我现在在录其实我是在看着读稿机 否则我怎么可能背下那么多稿 第十四怎么样录音最清楚 你应该用什么样的设备CP值最高 我现在用的这个其实是无线麦克风嘛 所以我站这么远声音还是一样很大声 不会忽大忽小 好了整理了这么多这三个月来我摸错这些美感 全部通通分享给你 但是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我会在十二月一号开始每周二四晚上八点以前 我会分享一段教学的影片 然后放在这个LINE群组的记事本里面 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加入我们这个群组 你都可以在记事本看到这些教学影片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的话赶快行动哦 MING PAO CANADA